男主是個電影狂人,沒啥別的愛好就愛看電影 經常利用電影裡學會的知識,幫街坊鄰居出謀策劃,擺脫警察的刁難 所以很受鄰居們的喜愛,他有一個漂亮的老婆和兩個可愛的女兒 大女兒在夏令營活動時被一名富二代看上了 還跟蹤到他的家裡給他展示了一段影片 手機上播放的是他脫光衣服洗澡的畫面 威脅他說,你想刪掉這段視頻,對嗎? 今晚11點,到你家後院,我們慢慢聊 到了晚上,富二代走進小屋,正準備幹不軌之事,登涼 原來女兒把富二代偷拍的事情告訴了母親 母親請求她刪掉視頻 富二代不同意,母女倆就去搶奪手機 結果都被推倒了,母親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她刪掉視頻 富二代扶起她說,刪掉可以,但你要滿足我 這時大女兒來到她身後,本想打掉富二代的手機 沒料到,一棍子把她打死了 母女倆不知所措,在大雨中將屍體草草地埋在了院子中 這個場面剛好被樓上的小女兒看到,男主第二天回家 發現地面全是擬腳印 妻子和女兒表情都不對勁,她知道大事不妙 讓他們帶著自己到了案發現場 看到地上破碎的手機 男主腦海中出現了警方 透過手機信號追蹤疑犯的電影畫面 於是拿著手機和富二代的車鑰匙 準備出門銷毀證據 男主在開門的時候,突然想起警報聲 正在不遠處執勤的警察小黑 注意到了警報聲 他尋身望去,看到了男主正準備駕車離去 說道,這不是跟我有仇的那個傢伙嗎? 他原來也住在這邊 男主駕車開到市區買了一部新手機 然後裝上了富二代的手機卡 接著開到一個垃圾站 擦乾淨手機上的指紋 然後便將他扔上了一輛貨車 警察發現手機信號還在移動 就會以為富二代還沒死 途中,他的腦海又出現了犯罪電影裡 關於銷毀車輛的畫面 於是開到了一個荒廢的踩石場 看到市下無人將車推進了踩石場中間的湖裡 處理好一切,男主回到家 裝作什麼都沒發生過 並警告妻子和女兒 從現在開始就當作什麼事也沒發生過 不然恐懼和緊張會給我們惹麻煩 他決定第二天一早 帶著全家人出去玩兩天 要是有人問起他們去了哪裡 就說在省城聽大師獎金 可是妻子提醒他 大師獎金已經在今天結束了 男主知道他要下一盤大棋 第二天,他們來到空無一人的獎金堂 呆呆坐了大半天 之後住旅館逛夜市,叫外賣 看電影就像一家人普通出遊 只是每個人的臉上很沉重 兩天後他們回到了家 男主告訴妻子 從現在開始買的每樣東西都要保留收據 沒過多久 一位在湖中游泳的小男孩 發現了湖底的汽車 汽車打撈出來 富二代的母親意識到 兒子可能已經遭遇不測 而他的身份竟是警察局長 橫人一個 處理案件殺法決斷 通過對兒子手機信號的追蹤 他發現手機已經到了千里之外 但兒子不可能去那麼遠的地方 於是查出兒子最後一通電話記錄 是從男主鎖在鎮上打出去的 便鎖定了這個區域 案子馬上下派到這個區域的警局 之前跟男主有過節的警察小黑 看到局長兒子的汽車照片 想起幾天前 男主駕駛著這輛車慌忙離開 篤定了兇手就是男主 女兒誤殺了警察局長的兒子 男主為了保護女兒 毀滅了證據 只不過中間出了差池 被警察小黑盯上了 小黑跟著男主進入了一家飯館 他裝作不經意的說道 他接手了一個大案子 從湖裡打撈出一輛黃色汽車 局長動用整個警隊來調查此案 男主聽到後猛一抬頭 小黑從鏡子中捕捉到男主的表情變化 得意的笑了 他出門就向上級警長告發了男主 呈親眼看到男主上過那輛黃色汽車 警長不幸說 你小子跟他有過節 天天想著公報失仇 男主知道警察遲早會找上門 一回到家就跟兩個女兒對口供 告訴他們一定要備守口供 因為警察沒有證據 只能從我們口中問出證據 警察那邊了解到 原來大女兒不是男主親生的 而是男主好心 從垃圾桶撿來的孤兒 警察聽到這個消息 就指責小黑 你看看你 怎麼可以懷疑這樣的一個大好人啊 說完轉身離開 小黑追上前說 他領養孤兒並不代表他不會犯罪 我查到他的女兒 跟局長兒子在同一個夏令營待過 把一家子招來 獨打一番肯定都招了 警長沒有聽他的婚話 但也明白應該調查一下大女兒 便來到學校 警長舉起局長兒子的照片 問人是他嗎 父親告訴他不要否認這一點 大女兒回答 認識啊 一個夏令營的 警察接著問 夏令營後 你有沒有再見到他 大女兒回答沒有 小黑說 不要撒謊 有人說你們在2號見過 也就是他失蹤的那天 父親說過 警察會捏造事實 逼對方說出真相 大女兒裝出不可自信的樣子說 那一定是他在撒謊 2號那天 我們全家人都去聽大師講經了 大女兒的回答沒有露出破綻 接著他們來到男主家 男主老婆有點緊張 以至於警方還沒有開始問 他就慌忙撇清說 我們2號不在家 去聽大師講經 3號才回來 小黑聽到後得意的說 玩完了你們的串貢穿幫了 我根本沒說過 局長兒子是2號失蹤的 男主集中生智 輕笑了一聲 小黑說 你笑啥 男主對警長說 校長剛剛有打電話過來 說你們到學校盤問我們女兒 電話裡有提到案發日期 警長問 小黑說他在3號看到了 你開著局長兒子的車 你怎麼解釋 男主說 怎麼解釋都沒用 大家都知道 小黑跟我有過節 不管我說什麼 他都認為我在撒謊 這下輪到小黑難堪了 接著警長詢問了在學校中問過的問題 男主的回答與女兒的基本一致 還展示了一家人 在2號和3號的消費票據 小黑說 你們保留這些門票和收據 就是給我們看的吧 誰會保留車票啊 警長也覺得蹊蹺 男主解釋 我們是普通家庭 為了節省開支 每月都會記帳 所以才留著收據 警察竟然套不出什麼東西 便離開了 回去的路上 警長說 他們2號去聽大師講金 不可能作案 小黑嚷著 不能夠啊 咱得回去把男主抓回來 揍他一頓 看著不著 警長白了他一眼 跟司機說 去局長家 局長的直覺告訴他 兒子的失蹤與男主有關 雖然男主提供了不在場證據 隨即命令到 明天帶他們一家人 以及所有證據來見我 男主早意料到 所以在被審訊前 就阻托好了所有細節 要是我們的口供完全一致 他們會起疑心 尤其是時間這點上 警方問到他們到達獎金的時間時 男主夫妻兩人說出來明確的時間 兩個女兒都表示不清楚具體時間 只能確定趕到時 獎金已經開始了 警察對小女兒說謊道 爸爸媽媽說 獎金是在你們趕到後才開始的 小女兒依舊堅持自己說的 邊上的警察看著監控說 這家人比我們想像的還要難搞 沒人能改變他們的口供 連這麼小的女孩能如此堅定 局長說 完全正確 一個小孩子怎麼可能對自己說的話那麼肯定 局長老公說 可能他們說的都是真話呢 可局長依舊認為這家子在說謊 假定他們的故事是編造的 那就將故事中出現的所有人 都找來一個一個查 男主為幫助女兒逃過牢獄之災 精心編織了一個故事 也就是局長兒子出事那天 這個月2號 他們全家人都去了省城廳大師獎金 3號晚上才回家 能夠提供完美的不在場證明 警察局長為了兒子的下落 找來男主故事中出現的所有證人 開始一一盤問 先是找來飯館老闆 老闆說 他幾乎每天都會來這裡吃下午茶和晚餐 一天兩次 2號那天也來過 就當局長以為終於找出了故事破綻的時候 老闆突然想起來說 不 等一下 2號他沒有來 幾天前我們兩個聊天 他說2號去聽金了 還告訴了我獎金的詳細內容 之後神訓的酒店、餐廳和電影院老闆 他們都對這一家子有印象 都能證明他們2號那天在省城 並不在案發地 所有人的口供 都能與男主提供的故事溫和 這種滴水不漏 反倒更令局長懷疑 所有的證據和證人都對他有利 但我知道他在說謊 局長繼續審問證人 大巴售票員提到男主曾要求停車 因為身上忘記帶錢了 準備去提款機取錢 局長意識到這是個重要線索 提款機上有監控 他立即找人去調取3號那天的監控視頻 接著他質疑售票員 你怎麼會記得25天之前 有一個人中途要求停車去取款機的事情 售票員回答 這麼久的事我確實不記得 但幾天前我又遇到他們一家子 他們跟我提起了這件事 所以才記得清楚 這是下屬找來取款機的監控 原來男主真的有不在場證明 局長老公說 一切都結束了 他是五胡的 但面前的證據沒有消解局長的懷疑 反而更加深了他的猜忌 沉默半想 他突然將所有的懷疑都串聯了起來 說他希望我們看到監控錄像 這是他計劃的一部分 他們確實去了省城 還在半路下車去提款機 所有證人們的證詞 在他們自己看來都是真實的 只是他們一家人所做的事情 都不是發生在2號和3號 而是4號和5號 他偷換了時間 3號當天 他將汽車乘入了湖底 毀滅罪陣之後 到車站買了4張到省城的車票 又在省城的一家電影院中買了4張票 回途時 他故意去取款機留下監控錄像 4號那天 他才帶著家人去了省城 首先去聽獎金 但大師獎金已經在那天結束了 所以他們一家人在空蕩蕩的獎金堂待了大半天 然後購買了科有獎內容的DVD 便知道了獎金的內容 5號那天他們到了餐廳和電影院 熱情的向老闆們打招呼 讓他們留下印象 以作為目擊證人 在回程的路上 他又讓司機停車稱自己要去取款機 但這一次他並沒有進去 他毀掉了所有5號的票據 向警方展示了3號的票據 再把4號發生的事情 說成了2號發生的事情 幾天之後 他們一家人再次去到省城 跟所有人又碰了一次面 非常聰明 在談話中暗示大家上一次見面是3號 而2號他們在聽大師獎金 這樣一來 所有證人說的都是實話 只是在不自知的情況下做出了位證 局長履清了所有的線索 感嘆了一句 神來之彼 但他沒有口供 無法將男主繩之以仿 所以下令將男主一家人綁到警局 言行逼供 警察小黑在眾目睽睽之下 開始狂打男主 妻子和大女兒向局長求饒 沒想到也開始被毒打 這時局長兒子的朋友到了 對局長說出他兒子偷拍男主女兒洗澡的飾品 局長得知之後羞愧難當 但更斷定自己兒子的失蹤與男主有關 他對小黑說 我想知道真相 不惜一切代價 接著又是一頓毒打 SAMU在哪裡 小黑對小女兒說 我會殺死他們 如果不想看著他們死 你就說實話 猶豫不決的小女兒看著爸爸的眼睛 搖了搖頭 之後一家人都被趕出房間 只留小女兒一人 小黑刪了他一巴掌 接著做事要一腳踹向他的肚子 這時小女兒害怕了 不要打我告訴你 小女兒說出局長兒子被埋屍的地方 警察趕到男主的家 開始挖屍 四周圍滿了群眾和記者 快挖到時 一陣腐臭惹的周圍的人都捂上了鼻子 他們抬出裝著屍體的袋子 在眾目睽睽之下打開 然後袋中裝著的 竟然是 原來男主早就料到了小女兒 可能會說出真相 早早把屍體轉移了 發現了警方冤枉平民之後 偉觀群眾再也不能忍了 群情激憤 開始暴打冤枉男主的警察小黑 隨後警察局局長動用 私刑上的新聞被罷免 新的局長套任 看到男主說 你真行 愚弄了所有的警察 你等著喬 只要我們找到了屍體 會有你好看 男主說 我怎麼會愚弄警察呢 我很尊敬警察 我相信 您和您的警局 會永遠保護我們的 男主 到底把屍體藏在哪裡了 答案就在他剛才說的話裡 原來他將屍體埋在了 新建的警察局地下 而警察永遠都不可能找到 這一幕正好印證了電影片名 誤殺 滿天際過 真是滿天過寒